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等待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1月27号 这一期咱们闲聊一下 这个社会风气 今天我看到有人转发 澎湃新闻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的标题就很有意思 说调研一问就说好 这样究竟好不好 什么意思呢 他这文章主要是介绍 这个有干部或者有调研人员 下到基层调研 基层的实际困难 有没有什么问题 到了基层之后一问 那基层干部反映的都是好 报喜不报忧 他这文章这么说的 他说记者近期采访调研时 发现被问到农村医保负担 是否加重 节杆、禁烧 是否让群众不满等问题 一些地方基层干部 农村群众对同一问题的回答 差异巨大 以农村医保为例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 新农河2003年试点时 费用为每人10元一年 目前已增至每人400元一年 与保费连年增长 部分农户反映 医保负担加重 一些地方参保人数下降 村干部反馈 催收压力较大 但到了少数干部嘴里 400元的医保费用 仅仅是少抽几盒烟 少吃一顿饭 而对村民反映的收入有限 保费较贵 轻壮年断脚等情况 忽略不提 有一个地方为了证明医保工作做得很好 将记者领到参保率100%的村庄去座谈 然而记者细问之下得知 参保率100% 其实是村干部垫付部分 医保费用的结果 这个不就是典型的弄虚作假吗 这个历来有之啊 这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传统啊 实际上 这些干部长期在地方工作 又有亲友在农村生活 并非不知道基层群众 对医保费用增长过快的抱怨 也并非不了解当地村民的收入状况 他们很清楚参保人数下降的事实 却仍旧选择一切都好 来应对媒体采访 善级调研 是吧 类似现象还有很多 比如 解港禁烧问题 一些干部只讲禁烧防控得力 政策宣传到位 不讲农田病虫害增加 群众不满家具 谈及房屋安全排查 一些干部只说 做落实迅速排查覆盖全面 不讲专业人员匮乏 难以分辨危防 就是只讲成绩 讲困难 报喜不报忧吗 面对各类调研 尤其是善级部门调研时 不管正面问还是反面题 调研一问就说好 似乎成了不少基层干部的习惯话术 但正是这种 你好我好 大家好的反馈机制下 一些基层的问题被掩盖 致死矛盾积累 群众不满家具 基层工作根基 逐渐被侵蚀 文章说 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 真理在身 正义在手 和有工心 有正气的重要体现 但实际工作中 一些基层干部把反应问题 看成了捅娄子 屎绊子 还有一些干部将讲真话 视为愣头青 傻大胆 有些干部将三分表态 七分讲好 当做懂事故 会来事 说调研 一问就说好 群众抱怨不擅传 求真务实 怎么办 长此一晚 不可避免会出现 干部说好群众抱怨的矛盾 进而误导上面 损害下面 严重扰乱 各项工作的开展实效 文章最后说 讲实情才能出十招 办实事 求实效 反之 习惯了讲好话 往往会做假大空的事 比如一些地方搞乡村振兴 只在村头大陆刷墙绿化 涂脂摸粉 搞满意度调查 提前给市民发短信 提醒 这满意 为提高精英主体数量 让村干部动员 无精英活动的村民 注册企业 不讲真话 难做实事 讲真话 是坚持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 最低标准 生化改革 敢如突进深水区 敢如啃硬骨头 敢如热险摊 敢如面对新矛盾 新挑战 直辞紧要关头 干部敢讲真话 改革才能有地方事 工作才能更有成效 这个文章还挺有意思的 新华每日电讯 这个文章 谈到的都是表象 对吧 就是调研人员 到乡村到基层去接待的干部 都是避重就轻 只讲好的 实际上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咱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是自古有之 为什么叫自古有之呢 你首先第一个 对基层干部来说 你困难反应的越多 最后都是你的活 对吧 这是你自己说的 这不好那不好 那你改啊 本来这个干部酷穷 对吧 讲困难 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资源 以往啊 这种方法管用 一向善级啊 或者向有关部门 去反应困难 这个恐怕很快得到解决 这个就新增一个 叫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 但是有的时候啊 风气变了 因为没有奶了 确实没有了 没有资源 但是事还要办 既然你反应了这个困难 那得处理啊 善级没有资源 也没有资源 那这事不能不办 那谁反应的 谁办法 那这就会导致个什么呢 导致 那我不说算了 你问就是好 这样审视啊 没麻烦 大家想一想啊 是不是道理 第二个呢 也跟很多这种 考核也有关系 你要说的困难越多 说明你这工作做的不好 对吧 对 你这考核就差一点 所以干脆啊 报喜不报忧 你一报忧吧 说完了 你把困难报回来了 你是自我暴露 第三个就是 劣币助粮币 那一说真话呢 他干不下去啊 对吧 经过各轮淘汰筛选打击 说真话的 他早就已经离开了 蹭步难行 而只有这些 尖锋使舵的 两面三刀的 剑人下菜叠的 虚头八脑的 哎 他才能留下来 这叫逆向淘汰 但是啊 我们实际上也反过了 问 就是现在这些问题 真的是这些干部 就是基层干部导致的吗 也就是调研的人 你真的是活在象牙塔里面 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某种程度上 基层干部 他是不是也在揣摩善意啊 他想推测 揣摩 观测 你需要什么答案 他就给你什么答案 这叫见风使舵 这也就是你调研的人 你真的是需要实际情况吗 你摸着良心说一说 你是想了解真实的情况 恐怕这些下来视察的 下来调研的 本身就是想捡好的题 楚娃爱惜腰 宫中多饿死 不就这道理吗 然后你把责任都推到这干部头上 你说他们不说实话 我来调研了 我想了解实际情况 他们都没有如实向我反应 责任都在他们 就像迪宝老人 他不知道俄乌前线打的惨烈吗 他不知道库尔斯克很惨烈吗 他不知道他的黑海舰队已经完蛋了吗 他真的相信他那个T90勇往无敌 没有敌手是吗 S400是宇宙第一号吗 清场是要要领先吗 真的那么傻 他能在为俄罗斯人民服务二三十年吗 难道俄罗斯人民选个傻子为他们服务吗 他不也是从东德 对吧 一个收集情报的 然后他干过出租车司机最底层干过的 他什么不知道啊 所以你看迪宝老人现在活在夏亚塔里面 他在信息检防 到底是他成就了稍益谷格拉西莫夫 还是格拉西莫夫稍益谷成就了他 这个他的脸书啊 就这个信息检防到底怎么形成的 是迪宝老人自己喜欢这样的信息呢 还是真的就是稍益谷他们 非要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 如果稍益谷真的是气上瞒下 自己啊 喜欢弄虚作假 缓暴尊情 夸大战果 那迪宝老人早就把他拿下了 因为啊 迪宝老人跟国外这些首脑会见 人家都会向他讲一些情况 讲多了 他自然知道这个国防部 对吧 总参谋部 总指挥给他的信息都是夸大的 都是报喜不报忧 都是德国的爆尔坦克在燃烧 都是美国的武器啊 根本就打不中俄式武器 对吧 都是那个俄式这个坦克组啊 有一个俄式坦克能够摧毁 是吧 七八辆 北约这个装备 这种故事他能编得出来 迪宝老人他信呢 还接见他吗 这到底是迪宝老人需要这些东西 还是少一股 格拉西莫夫 编造 这都是一个道理啊 第三个啊 现在是什么社会啊 信息化社会 对吧 这个自媒体平台这么发达 信息这么通畅 你干部 何必装模作样的 跑去调研呢 浪费资源 真想了解情况 你在网上开通一个 对吧 一个小程序就完了 针对那个村民 对吧 你都可以上来填 做个问卷 不马上就知道情况了吗 何必装模作势的 跑去问那些继承干部呢 让那些继承干部也难办 说真话吧 怕爱罚 说假了吧 联系过不去 不就这么简单吗 对 你要想了解真事 你马上搞个问卷调查 甚至问卷调查都不要搞的 你看一看那些 各大媒体喉舌 每个新闻报道下面的评论 你敢把评论打开吗 你打开不就知道情况了吗 评论的不敢打开 真相的不敢了解 不是对吧 他然后假装说 这些村干部 基层干部 不告诉事情 谁不告诉事情 是你不敢知道事情 你要敢知道事情 你把那些评论都打开 所以你看啊 这就是滑稽可笑啊 为善 然后对下呢 那就指责 责任都是下面的 实际上像这种 所谓的到基层调研 最好少搞 这个基层本来就是苦不堪研 对吧 这个应对比较困难 本来人手又少 有的穷地方啊 那些村干部没有油水 本身干的就挺窝囊 也没什么钱 穷地方嘛 刮不出什么钱出来 对吧 也没有什么钱 打手上过 没有钱打手上过 他就挣不到钱 结果你还要去各种这个 闻山慧海 各种调研 各种问题 去骚扰这些村干部 给这些村干部嫁活 基层干部嫁活 他本来就苦不堪研 所以人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好 对对对 就是应付 说的通俗一点 他就是应付你来调研 最快的速度把你打发走 这就是他的目标 不要有麻烦 不要第二次还来 对吧 一旦是说出问题 就像咱们做那个问卷调查一样 这个问卷调查的设计啊 这是一门科学 不是谁都能设计的 对吧 有的时候啊 你说不满意 他非让你下面写个不满意的原因 有的人写麻烦一看算了 我写个满意算了 惹不起你 是不是道理啊 你点满意发现都能过 你要点个不满意 他下面还让你写原因 这是一种心态啊 所以说 你问那些基层的干部 对吧 这个满意 那个不满意 那他当然满意是最好的 审视啊 一次就通过了 他要打个不满意 那调研的人就要问他 为什么不满意啊 你说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出来 这基层干部还在想啊 所以我说啊 这个所谓的调研 就是劳民山财 不要做这些形式主义 虚头霸脑的事 现在有那么的手段 科技手段呢 大数据 筛查 什么事你不知道啊 何必要脱裤子放屁 非要去为难那些基层干部呢 对吧 你不知道那个烧结杆 群众满意不满意吗 你在晚上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那个 现在这个医保 从石块涨到四百 群众满意不满意 这还要去问什么 难道农民洗淫 医保涨到四百吗 那是假新闻看多了吧 对吧 也是这些人自己啊 就像胡锡进老师一样 每天没事 在编织那些虚假的新闻 把自己给骗了 哎 编织自己就信了 群众洗淫 对吧 这个煤气斩架 群众洗淫 公交车斩架 鼓掌通过 电费斩架 不都是这意思吗 假大空 把自己搞信了 所以我说啊 你要真想了解情况 那多简单 不要去为难那些村干部 那些基层干部 这些人无非就是 想把责任啊 推到这些基层干部头上 一层一层弯下推 对吧 大家都在推文嘛 把责任一层一层弯下推 那到了最基层那些人 他只好说好听的 哎 难道那些人真的不知道 母场万金 到底可信不可信吗 他们真的相信母场万金吗 慈禧真的相信 那个肉体能挡子弹吗 以后的那大师兄 把光着膀子 把裤腰带一勒 一运气 真的能挡子弹 慈禧真信吗 还不是需要吗 你需要这样的答案 人家只能配合 不给这个答案就通不过 装聋作业 所以说啊 该批评的不是这些基层干部 该批评的是应该 这些假模假式调研的 然后这个假模假式 批评人家不说真话的 你有说真话的环境吗 说真话有好下场吗 说真话真的不会被反共盗算吗 对吧 说真话不还要被禁言吗 所以这个你看 就是风气啊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 这个是经济学家 向松作啊 他说这个丹金网上啊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力气有多重 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 大家看视频啊 中国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我认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真正推动 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进步的人 我们缺乏应有的尊重 我们每个人应该 静下心的细问 什么人推动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我讲过 任何国家 任何民族 就是室内人 就是伟大的思想家 伟大的科学家 伟大的企业家 伟大的艺术家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进步 主要是靠这室内人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绝大多数人 没有这个见识 他们对这室内伟大的人物的尊重是不够的 我们中国对伟大的科学家尊重够吗 我们缺乏基本的尊重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 在海外是被公认为爱因斯坦之后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他 在中国有很多人就知道说 杨振宁先生 82岁 娶她28岁的太太 然后很多人在网络上骂他 非常的低俗庸俗 而且是可耻 我们有多少人了解 杨振宁先生伟大的科学贡献 还有人完全是造谣说 杨振宁先生 晚年的时候放弃美国籍 回到中国 是要到中国来拿退休金 所以你们看那个网络上 通知都对杨振宁先生的各种的 这种污名 就是我们很多人 我们不去了解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他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我们去关心他的私生活 甚至把他的私生活 恶意的把它抹黑 这是极为糟糕的 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像杨振宁先生这样的人 在美国在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大奖都给过他 他不仅得到诺贝尔奖 他得过很多奖 连美国哲学学会 把最高奖弗兰克林奖 都授予给他 我们中国人有几个人知道 我在这里跟大家 再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是2002年还是2001年 诺贝尔奖委员会把文学奖 受一个当年 刘静大学的一位教授 刘静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 这位文学教授 如果你要从道德上看他 他并不怎么立 他没有结婚 他是个单身 但是他有时会招纪律 他爱喝酒 但他是文学天才 他的文学上有伟大的成就 诺贝尔奖委员会把文学奖颁给他 英国有一帮人就写信抗议 说你们这个文学奖 怎么颁给这么个人 诺贝尔奖委员会回答的 我认为非常好 我们诺贝尔奖表彰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我们不是表彰道德楷模 明白吗 我们中国人有种非常庸俗的看法 好像这个人必须是个道德楷模 才值得称赞 其实有很多所谓的道德楷模 也是非常虚伪的 无论就是好好人 老好人 他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往往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 他在道德上可能是有瑕疵的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没有违法 他有违法可以把他抓起来 他没有违法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道德楷模 来要求这些人呢 如果按照中国有些很优俗的观念的看法 那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 连爱因斯坦牛顿那都是混蛋 所以为什么对中国的企业家 有这种污名化 我认为也甚至还愿意 这种非常糟糕的心态 我们对很多企业家的评判 不是看他们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推动中国经济进步 帮助中国创造经业 创造税收 我们不是看他这些巨大的贡献 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他有没有找小老婆 我们看他有没有买了多少套别墅 我们看他是不是在炫富 我们看他有没有把钱捐出去 这是非常阴暗的心理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伟大的企业家 就是这几条 第一他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他创造了税收 他创造了就业 他推动了中国的科技进步 其他都是次要的 你管他的私生活干嘛呀 只要他不违法 他的私生活管理是什么事情呢 他的钱是不是捐出去 这不是企业家精神的所要求的 钱他捐不捐出去 是他个人的选择 我们当然欢迎他把钱捐出去 为社会服务 但是这并不是企业家精神所要求的 企业家精神没有说要求 把钱捐出去 他才叫企业家精神 这两把事 今天为什么中国人存在对企业家的污名化 我认为有两个核心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非常糟糕的阴暗的一种仇乎心理 就见不得人好 见不得人成功 心灾落祸 炫慕嫉妒恨 这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企业家很辉煌 倒了 我们都很开心 心灾落祸 看你起楼了 什么看你楼起来了 看你楼塌了 我们很心灾落祸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卑鄙的心理 这是人性的阴暗面 第二个 我们中国到迄今为止 我们对企业家的权力的保护 还不够完善 所以为什么 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再发文件 要保护企业家的权力 包括他的人权权力和财产权力 我们在这方面的保护 还做的不够完善 就这两条 所以我们经常为什么有很多污名企业家 按道理来讲 你污名企业家造谣 污蔑他 诽谤他 你是应该负法律责任的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很多网络上的这些人 完全是无中生有 毫无根据的去辱骂 谩骂这些企业家造谣 但是没有得到惩处 这是我们对企业家保护不利 在一个法治国家 你毫无根据的去辱骂 谩骂 污蔑诽谤企业家 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所以什么样的环境 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 茁壮成长 最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保障个人自由 保障个人权力的法治环境 第二个最重要的环境是什么 第二个最重要的环境就是教育 你能看到 全世界了不起的企业家 能够出来的国家和地区 都是教育非常发达的 国家和地区 没有高质量的教育 你不可能有高质量的企业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不知道德国 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家 英国 法国 瑞士 荷兰都有 为什么 包括瑞典 欧洲这些国家 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家 美国 很多了不起的企业家 日本 很多了不起的企业家 韩国 我们的台湾 包括新加坡 当然 还有我们过去改革开放 中国大陆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些地方 对教育都是非常发达 高度重视教育 当然还有以色列 所以企业家着装成长的 第二个最最重要的环境 就是高质量的教育 尤其在今天 我们这个信息科技 和人工智能时代 你发现 今天在信息科技时代 和人工智能时代 这些最前沿的企业家 都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 大部分都是民校毕业 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 因为我今天是一个 知识经济时代 是一个智慧经济时代 所以第二个 最重要的环境和条件 它不可能 这个像中作 这种叫连珠炮吧 激光枪 讲的特别好 咱们网上 不能正确的认识科学家 民营企业家 长期这样 实际上就形成了假大空 伪君子横行 这让我想起来 这个前不久 这网上 在夹头的裹挟之下 一群无脑网友 攻击莫言 仿佛莫言拿了个诺贝尔文学奖 是天大罪过 卖国了 美化什么 清华日军 美化这个美帝 丑化中国了 你看 就在夹头的裹挟之下 这不就是悲哀吗 但是啊 更悲哀的是 任由夹头这样的人 对吧 去肆意攻击 然后呢 把反夹头的这些人呢 全部禁言 所以造成夹头这样的思想 言论一边倒 再加上网上 网友这些 对吧 心理年龄 8到15岁 那基本上就被夹头裹挟了 以往啊 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批判夹头 那至少有很多网友 恐怕不可能啊 完全倒向夹头 但是因为这些人都被禁言了 对吧 任由夹头肆虐 所以这个网上戾气啊 越来越重 跟夹头有莫大的关系 对吧 夹头这种指路为马 把这个恐怖分子啊 封为圣人 难道最近社会上 那么多恶性事件 跟夹头言论没关系吗 夹头支持这种爆恐 明目占大 光明正大 居然都没人去管他 而反对爆恐的呢 主战正义的 遭到平台打压 限流 禁言 这到底谁在做 一目两然啊 就是预知结果 然后又犯人结果发生 只能说明他需要这样的结果 那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结果呢 便是智力 无脑的越多越好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逆向淘汰 劣币 逐粮币 对吧 这些也进一步加深了经济的困难 对吧 那民营企业家 有点才能的 有点本钱的 吓得赶紧啊 远走他乡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啊 36级走位上 惹不起你 要躲得起 反而像夹头这样的 在美国有小房子的 老婆孩子在美国的 他在国内摇身一变 变成正能量 变成爱国的这个代表 将争 骑手 你说这个不是荒唐吗 任由他去攻击 莫言 攻击联想 你看这个 向松柱啊 实际上 矛头指向的 恐怕就是夹头 夹头也攻击科学家 攻击那个叫 何作修院士 人家快一百岁了 你看网上 哪些什么大V 都在围攻这个何作修啊 就因为人家说了实话 这么一个功勋卓著的一个人 说了实话 说了真话 就遭到这些 萧小的围攻 谩骂 对吧 莫言这样的 就是一本书啊 莫言不敢说话呀 他就写了几本书 就遭到这么多人围攻 谩骂 所以说 提倡说真话 说想听真话 这恐怕 也是自欺欺人啊 真话敢听吗 对吧 你把评论打开 你不秋后作战 真话全出来了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